71歲的陳碧珍涉嫌去年4月尾在新界大嶼山 襲擊追訪她的東章西望女主持李詠儀被控普通襲擊罪 她早前申請終止聆訊 裁判官週三在西九龍法院聽取申請 陳碧珍沒有法律代表自己用英語陳詞 先透露自己有眼疾、私力模糊及有重影 需要在4月14日做手術 接著她說被李詠儀等人跟蹤及騷擾曾向警方報警 不過警方推膽調查 她批評警方嚴重濫用及錯誤使用權力 女被告也認為自己未定罪就被人公開個人資料 令她無法獲得公平的審訊 控方回應說被告的指控與本案無關 本案只會處理相關控罪所提及的時間及地點 及被告有沒有襲擊事主 不過被告就重申兩者有關 裁判官曾慶東即時駁回被告的申請 案件押後到今年5月4日開審 羅湖商業成物業管理公司1號通知商戶 羅湖口岸將會在下週一、6日全面通關 住在深圳的小雅向香港01記者證實 她昨晚散步經過羅湖口岸 驚喜發現口岸的燈真的亮了 現場亦有不少民眾開心地圍觀照 口岸穿著安全服的工作人員亦在聊天 小雅說羅湖商業成已有部份店鋪重開 連所促食店大快活的店員也在看著抹桌 商業成二樓的眼鏡店已重開 另一間便利店已營業 她說因為羅湖口岸很便利 自己三年來一直很期待開放 現在最大的心願 就是能取消中港通關的核酸檢測要求 恢復深圳居民一週一行簽註 以及恢復透過自助機辦理香港旅遊簽註 方便深圳市民來往兩地 這個人鬼鬼祟祟就不是偷番薯 而是偷雞 現場是旺角波蘭街一間刀削麵館 經理鄭先生說 星期四上午8點多回到店鋪 發現原本擺在門口的冰鮮雞 不知道去了哪裡 看閉路電視才知道 有三盤一共36隻雞被人偷走了 搞到這一日沒得賣他們的招牌花雕醉雞 警方列作偷竊案處理 新年最緊要麗麗事事 出名闊老的香港人走下街留下保安一封 部長又一封 就連乘巴士車長都要封一封 咦? 不過原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收禮事 客人過時過時會給我們一些禮事 其實我們身為公職人員 我們會盡量避免這件事 就算收了之後 我們都要跟公司申報 廉政公署由2021年底起 推行公共機構承信推廣計劃 為機構度新訂做防灘培訓 而巴士公司作為公共機構 是培訓的重點 其實我們作為公共交通機構 我們提供服務比試就是應該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同事 第一應該遠距 這是我們的職責所在 如果同事真的收到一些禮事 其實我們都會要求同事向公司申報 告訴公司有件事發生了 我們就由公司處理回事 通常都會用了一些辭職用途 城巴職員第一天上班 需要參與防灘趕坐 每三年亦都要重溫 我們留意到當中一些部分公職人員 他們是不回意到原來自己所屬的機構 是根據這個防止管理條例 是屬於公共機構 而自己根據法例是屬於公職人員 因此可能會對相關的法規 是掉以輕心的 確診新官隔離令星期一正式取消 確診人士可以自己去診所看醫生 不過上水這間西醫診所的門口 就貼出告示 白紙黑字寫明拒絕接收確診人士 我們就上門了解過 醫生說那張通告2019年的時候 已經貼了出來 並不是近日才貼出 他解釋自己已經80多歲 屬於高危人士 為了減低被感染風險 所以拒絕為新官人士診證 同時也是為了顧及一些沒有打針的病人 避免他們在後診的時候受到感染 雖然是這樣 但卻表示會為新官病人開藥和電話診證 由他們的家人來拿藥 早前評機會主席朱敏健就說 如果處所拒絕向確診人士提供服務 就一定要有合理的解釋 否則就有可能構成其事 廣西南陵動物園的黑猩猩 因為經常在園區內東奔西走 又向遊客拋紮泥沙甚至糞便 而深受遊客網民喜愛 然而有遊客 日前就被猩猩扔膠水瓶 摘傷流血 園方回應稱是遊客對猩猩有過激行為 他才做出防衛舉動 動物園動物管理科負責人雷偉曾經介紹 黑猩猩具有好奇 喜歡模仿的雜性 而且領地意識強 如果遊客在觀賞過程中起哄 鬥喚甚至是挑釁 就會令到黑猩猩產生過激反應 他們會利用激掌跳躍怒敲 或將黑猩猩管內的泥沙草向外拋紮 驅趕去認為來侵犯其領地的不文明遊客 綜合愛電報道 英國雷士拍賣商 日前宣布將會拍賣戴安娜王妃 生前寫給一對有人夫婦的32封私人信件 這些信件都是在大妃人生的最後兩年寫落 拍賣商描述今次的拍賣品 是非常私人的信件和卡片 將會在2月16日舉行拍賣 蘇世和塔瑞克夫婦是大妃的親密友人 他們在大妃亡故後 仍然保存這些信件超過25年 現在他們決定不將重擔傳給子孫 而是拿出來拍賣 所得的將會傳數捐給慈善機構 估計這批信件 拍賣價會是9萬英鎊至13萬英鎊之間 有英國媒體披露了信件部分內容 其中大安娜王妃就提到 早知離婚後會這麼醜陋就不會這樣做 消息說羅湖口岸最快會在下星期一恢復通關 我們星期四早上去了羅湖視察 有多個穿著白色制服的職員在站內走動 其中一個職員的外套 疑似寫有海關的字樣 而工程人員就在連接月台的行人天橋上面 檢查車站的設施 現場亦都不時聽到站內的車務廣播 期間車站每隔5到6分鐘就有列車出入 在羅湖站的車輛出入口 早早亦都有警車駛入 早前有消息就說 港鐵和入境處、海關和警方 由星期三晚起已經回到羅湖站 展開通關的前期工作 香港和內地通關再有新進展 消息指過去最多人出入境的羅湖口岸 將會在下星期一通關 這張署名由羅湖商業城物業管理公司發出的通告 表示收到正式通知 羅湖口岸會在2月6日全面通關 並且要求商戶配合在當日必須要開門 據了解 本港入境處、海關、警方和港鐵公司 正在羅湖站展開通關前期的工作